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Ki姐 這裡叫做嘉泰河街 其實叫做崇潔街 Ki姐今天來到紅磡 這條是日本街 Ki姐第一次來 朋友帶我來吃日本食物 我吃完日本食物之後 見到這條街就很開心 好像來到日本一樣 所以Ki姐忍不住要拍一條片 給大家看看 在香港紅磡 在兩棟樓中間 有一條橫行 裝修到好像在日本一樣 很多打卡點 Ki姐拍一條片給大家看 大家看不見到 這裡就是街頭 不知道街頭是街尾 這裡看過去 燈很漂亮 現在是晚上 很多打卡位 這條街其實就是 全條街都是日本食店 就叫做嘉泰河 Ki姐這次是第一次來 朋友帶我來的 這個是很有日本特色的 它自己叫做嘉泰河街 其實政府叫做崇潔街 51號 你看看 美不美 這輛車 Ki姐幾十年前去過日本一次 所以日本不是很熟 你看多漂亮 好有日本風城 這些是日本餐廳 這裡有一間日本餐廳 裝一裝 我朋友帶我來的 哥哥來 哥哥來 我馬上問你 是 你沒有入鏡 你不入鏡 告訴我 這裡是日本人開的 不是 一個姓許的老闆 你認識他的 我認識他 他不認識我 姓許的 總之是香港人開的 但是 哇 這個打卡怎麼厲害 這些是日本武士 是嗎 踏踏米 好 踏踏米 這個是日本武士 是嗎 這個也是 這個黑武士 Ki姐說錯 不要介意 因為Ki姐日本的東西 不是很熟 日本的歷史 文化 Ki姐不是很熟 這間餐廳 多大 這間餐廳走出來 說小心 樓梯 這條河 就是這條日本街 這間又叫加泰河 這間餐廳 Ki姐剛才在這裏吃東西 多漂亮 這個門口 又是寫著 加泰河街 這個電話廳 不知道是真正假的 這個電話廳 是真正假的 這電話廳 日本 這個人力車 日本式 可能是日本運過來 我不知道 Ki姐亂說 這裏有很多明星簽名 對 明星簽名的簽名長 找不找到大家相熟的名 大家看不見到你們認識的明星簽名 原來這裏有很多明星來過 Ki姐真是第一次 不知道香港紅磡 這條後巷 有一條日本街 那些燈很漂亮 洗手間都做得很漂亮 晚上就很漂亮 這裏 亮燈 這裏有一間餐廳 又是加泰河 這裏有幾間餐廳 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為我真的剛剛吃完飯 這樣看見到 所以忍不住 都要拍一條片 現在走到街尾了 我拍回來 看回這裏 現在就是由街尾走回街頭 好像去日本那樣 很多打卡點 大家要來這裏打卡 在紅磡 在紅磡 裝飾真是 全部日本的感覺 這公仔多可愛 Ki姐不知說什麼 因為我第一次來 原來是香港 九龍紅磡 住宅區 有一條後巷 全部都是一間日本餐廳 叫嘉泰河 這裏就是 下園了 這條街 就是150米長 左右 如果打高峰 是一個三桿洞的長度 大家要有空來看看 就是這樣 是文宅 紅磡 紅磡廣場 後面 附近 大家在Google map 看地圖會找到 就是這樣 就這樣 OK 就這樣 Ki姐吃完飯 現在回小道巴 回銅鑼灣 這條片 就是很短的 只是說這條 嘉泰河街 大家來這裏打卡 晚上來就很漂亮 OK 我是Ki姐 拜拜